天天话题之风华资讯 由Concord Pacific 协评世博集团 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 加拿大版风华资讯 我是主持人袁波 风华卫视自2003年开始 每年举行全球性的选美赛事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她推崇美丽与智慧同行 内在与外在兼修 倡导树立美丽与活力 勇敢与智慧 个性与爱心的华人新女性形象 我想选美的舞台 不光成就了一些人美丽的 闪耀的瞬间 选美的道路也或多或少 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观 以及人生方向 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 能够有请到2011年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加拿大冠军秦晓杰 与我们一起分享更多有关 她选美之后的成长与蜕变 晓杰你好 袁波你好 感谢你专门从中国飞到温哥华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你 我也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节目 首先可不可以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 并且分享一下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去参加 这样一个活动的呢 大家好 我叫秦晓杰 来自中国湖南 16岁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 当初参加 凤凰卫视环球大赛 真的出于偶然 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正在墨西哥旅游 然后妈妈突然给我打电话 她听朋友讲起了这个比赛 然后鼓励我去参加 希望我去挑战一下自己 那于是我就在比赛的截止 最后一天报名参加了这个比赛 也是如我妈妈所说 想要走出自己安逸的生活圈 就必须要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去突破一些独特的一些人生经历 去挑战一些人生的经历 也就是这样 我就是参加了这个比赛 所以我想这个选美冠军 可以说是这个魅力出众 气质举止大方 气质得体 这样一种美丽女人的代表 然后这个我从你身上 也可以看到 非常的棒 那小杰你平时私底下 你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朋友对你形容描述 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 我想我生活当中 形容最多的词语 应该是随和和坚韧 随和和坚韧 因为我私底下 就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 那么平时跟员工在一起 或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会比较的随性 就是比较的简单 那但是面对自己 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变得非常的执着和坚韧 就像我对待我的事业一样 我会追求完美 也会坚持做到最好 开个小玩笑 我的员工私下跟我开玩笑 她说Eva有时候感觉你就像是天使与魔鬼 急于一生 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说你私下当中跟我们是非常随和 跟我们打成一片 有时候都感觉不到你是老板 就像是我们的姐姐一样的 朋友一样的 但是可是你一到跟我们工作的时候 就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严肃 但是这也是一个要强上进的女孩子的这样一个表现 是不是 那2011年是你第一次参加这个选美比赛吗 那它是不是也是你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呢 嗯 是的 那从前更多的都是在电视上关注这样的选美比赛 但自己去参加 亲身去体验 还是第一次 那参加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中华小姐选美大赛 这个整个赛程 或者是整个的这个过程 你有没有什么感悟 那你最大的这个感悟是什么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参加比赛整个过程当中让我感触最深的 并不是得到了名次或者是荣誉 而是让我发掘了自己的潜囊 我变得更加的自信 同时我也认识到自信 由内而外的自信是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也能够让我更好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参赛的过程当中 你给我们举一些很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是非常辛苦的训练 从早到晚 甚至要穿着泳装啊 不同的礼服在台上展示自己 然后面对评委的一些问题 必须要即兴地去回答等等 我觉得这些当中一定会有自己 曾经可能认为自己擅长的 但也有自己不擅长的 但是都是需要去面对 自己去挑战去克服 而且我也知道这个选美比赛当中 这个问答环节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环节 然后我记得你那个时候在台上 对于这个美的这样一个认识 你的这个回答特别的令人印象深刻 那你是不是觉得参加这个比赛 你对于这方面的认识也加深了呢 首先我先讲讲自己参加比赛之前吧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甚至跟陌生人说话我都会脸红 那更别说站在舞台上去展示自己 可是参加比赛之后 包括我和我身边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到我的变化 我甚至开始参加一些社会的公益活动 那不管是在面对很多人讲话啊 或者是私下的交谈啊 我都能够很大方 就是看到了这个美 然后也愿意展示这个自己的美是不是 他们说这个美是一种内外兼修的 那你是不是也是觉得这很重要呢 我从前定义的美就是觉得像就是花瓶 那可能昙花一现 可是现在我认为美丽能够给女人带来更多的自信 想要让我想要变得更加的优秀 想要成为自己心目中那个更理想的自己 那所以就会去努力的去挑战 非常好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特别就很积极向上的一些东西 那我想当这个冠军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了 是不是 他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冠军什么样的自卫 特别是宣布你成为这个冠军 站在这个舞台上给你带那个特别美丽的那个后冠的那个 刹那是什么样的感受 刚刚听你这么一讲 我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站在台上 然后等着宣布获奖名单的这样一个激动的一个心情 那到后来真的没有想到是自己 当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激动和兴奋 那同时觉得自己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 得到了肯定 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 对未来呢也是充满了一个期待 希望通过自身的美丽去创造一些价值回馈社会 我记得我在几年前采访的有几位的选美的冠军 他们都跟我分享了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他们觉得这个选美舞台给这个女孩子成长的蛻变 特别是在美丽方面等等的 它所产生的能量是很正能量 然后也很巨大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赞同他们的观点 那么结合你自己的经历了 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选美舞台给你人生带来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又有多大呢 我当初参加比赛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得冠军 那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挑战一下自己 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接受了很多的训练 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那从而也看到自己的潜能 变得更加的自信啊 那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啊 那看压能力变得更加的强啊 那也学会了感恩等等等等 那我讲讲就是说在比赛的时候 首先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都是需要通过自己 克服自己的内心的障碍 然后去改变自己 去挑战自己 然后去让自己去突破 去做到 然后呢 在面对比赛的压力的时候 那自己也是尝试去克服 所以在面对抗压能力 也得到了一个提升 那一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压力呢 哇 每天 每天都是 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接受培训的时候 那老师都会很直接的会讲 那他说一把他说你这里 可不可以再好一点啊 这个地方能不能改变一点 就很直接的会给你 很多问题的反馈 那面对这些问题反馈的时候 你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能不能做好 但是我觉得通过训练以来 我认为自己 相信自己能够去做好 也愿意去把它做到最好 那所以说在抗压能力这方面 是得到了一些提升 那运用在现在的工作当中 就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也是很快的就投入到这个 高节奏的一个工作的 一个环境当中去了 另外感恩 我觉得这些年我非常的感激 我的家人 以及我身边朋友和支持我的人 那同时因为学会了感恩 让我反而获得到了更多 得到了更多 就像我现在带着几百人的一个团队 那么我希望带领他们 能够突破自己去挑战自己 希望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冠军 应该具备的一些条件 都可以在你身上感受到 那么在你成为这个选美冠军之前 你原本的这个生活 以及你这个事业规划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其实在选美之前 我觉得应该非常的平凡和简单吧 我就住在温哥华 然后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学生 那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的规划 倒没想到那么远 因为我就读的是商科嘛 那就想自己毕业之后 可能就选择一些类似 和商业有关的一些工作 但是我觉得我从小就有一颗美丽的梦想 我也觉得每个女孩子 我想每个女孩子 应该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梦想 只是参加比赛了之后 我更加坚定了 我要去实现我自己梦想的这么一个决心 好的 感谢Eva 那关于更多有关你的梦想 以及你的你目前的这个方面 我们稍后还会做讨论的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 我们稍做休息 一会儿回来 谢谢观众朋友们